好 來 等呼吸喔 這AZ疫苗一針打下去 可以提高群體免疫 但偏偏血栓已暈 揮之不去 施打率低 萬萬沒想到高雄民生醫院 即發公文 要求院內人員務必完成接種 還辦了打疫苗比賽提供獎金 大家認為說 它的副作用還是很大 那你為了要符合這個 讓疫苗施打率上升 這樣發解你的上級長官的一個行為 需要我們這些基層的醫務人員去買單 難道是變相強迫醫護施打疫苗 因為公文上清楚列出打疫苗 採用團體競賽 以科室為單位分組 施打率最高的 可獲得三千元禮券獎金 第二名兩千五百元 第三名則是兩千元 本來就是說自由意願 那自由意願現在怎麼 一直用變相的方式 來讓我們要去做施打的一個動作 這個當然是不會影響烤雞 因為我們就是正面獎勵那些 願意身先士卒 雖然我們去打了的人 不但自己覺得比較有防護 打疫苗比賽掀起爭議 這把火也燒到了衛福部長陳時中身上 要來鼓勵相關的員工來接種 那我相信只要是方法正確 我們並不反對 那至於有任何人覺得說 有受到壓迫的感覺 可以跟他們願望來反應 畢竟疫苗效期在即有打不完的壓力 四月十九號開始也開放自費施打預約 三十一家醫院當中 已經有十五家醫院公告預約資訊 自費接種價格收費上限也出爐 地區醫院五百元 區域醫院五百五十元 醫學中心則是六百元 掀起對這些高危險群或高可能會接觸到病毒的相關的人員先行施打 那我們很快也會再做進一步的開放 催打疫苗的同時也擴大接種對象 努力拉高施打率 不讓防疫好成績破功 但反倒因為疫苗接種爭議打了折扣 華語新聞綜合報導